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剧团成立六十年来 一直致力于《红鸟主旋律》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部队官兵服务 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 2013年8月19日至30日 总政治部花剧团为外演出分队一行三十余人 带着军委首长和总政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深情问候 辗转于文灯 烟台 汝山 莱阳 东营 梅芳等地 深入部队基层为一线官兵演出 部队基层官兵 职工家属 干部群众等数万人观看了演出 演出现场 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灰蓝的天空回荡着震震热烈的掌声 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欣赏他们的演出吧 这是取材于战争年代的战事故事 感动了无数的观众 王丽云与郭达邵峰同台协议 将战争年代那雍军爱军的优良传统 可歌可赞的君民雨水情 在笑声中体现 在感动中升华 令观众们久久不能忘怀 你不是个持宝的 你就是个剑宝的 猪子 有请护宝锤把他哄出去 谁要知道这是个淘宝的 我都不接见识神分 王丽云 你看我像谁敢 我看你像个转甲 那是个专门骗人的伪转甲 你到我乡下胡串串 到我家里星片片 我告诉你 110和我连线线 两分钟就到咱院院 你要再敢倒乱乱 警棍让你喝点点 我不是来淘宝的 那你能让我看一眼 这个干粮蛋呢 朱达 到 大爷 接宝 怎么样 用你们专家的话说 景品吧 极品吧 绝品吧 艳品吧 什么艳品还专家了 你好好看看 这是毛主席曾经用过的干粮袋 上面有毛主席的签名 毛主席 毛主席签名写毛主席 毛主席签名不写毛主席写你 毛主席当年在阳安的化名叫李德胜 你这个干粮袋 百分之百是艳品 这个干粮袋它不是艳品 它不是艳品 是假的 是假的 假的 奶奶 这什么情况 可毛主席不是假的 毛主席的干粮袋救了你爷爷不是假的 你爷爷留给我的干粮袋 这些个事情 全都不是假的 老姐姐 你是兰花 那不是兰花 那是菜花 菜花 菜花 当年只有那老汉叫个兰花 嫂子 你还认得我吗 你是 李长庚 李长庚 就是当年你背回来的那个拔路李长庚啊 那个 也会唱蓝花花的李长庚 是呀是呀是呀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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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你还好吗 好 好啊 柱子 快叫长恶爷爷 长恶爷爷 哎呀 你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柱子 那是在1947年 胡宗南进宫延安 我负了重伤 是你奶奶把我 背回到你们家的窑洞里的 谁知道敌人 顺着血迹摸进了存子 他们用刺刀 避着乡亲们 说不交出人 就要全村人的命 我眼瞅着你爷爷 穿上我的军装 他冲出了窑门 奔上了海盘 他一边跑还一边大声 唱着那首郎花花 求家叫那个大鞋 那个鞋 都燃红了 我上好回前线的时候 你奶奶把家里边 仅有的一点黑度浅浅 装在干粮袋里边 系在我的身上 老子 你看 他也该 物归原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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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呀 是他 祝他 是他 啊 是他 哎呀 哎呀 这才是我们家的真正的船甲宝 哎呀 精品啊 级品啊 全品啊 以前王力云在影视剧中 总是饰演一些 刁钻霸道的婆婆 被观众们称为 恶婆婆 其实 在现实生活中 她可是一个善解人意 乐于助人 性格开朗的 林家老大姐 这不 演出之举 她也没闲着 我们开玩笑说 昨天啊 从太阳 一直把太阳 演落了 演落 落下去了 把月亮给演出来 演出服务队 在深入一线 威们演出的同时 还通过秀客辅导 为基层部队 播撒艺术的种子 魏基安 郭达 房丽云等表演艺术家 手把手的 指导基层演出队 如何塑造神物形象 我刚开始演戏的时候 也不知道 上了舞台 也不知道往哪站 站着就浑身发抖 台词也记不住 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的 把对手的台词 有技巧 咱们在座的很多战友 都自从心里喜欢 这是一个最先决的条件 艺术家们慷慨激昂的讲解 规谐幽默的语言 总能博得一片叫好声 听了艺术家们的授课 集团的文艺国干们 称赞总政话剧团 此番下基层 使大军营的小品节 南边歌唱家 马紫玉 此次作为总政话剧团的 特邀演员 随团演出 在中微笑心的影响下 平时不够演讲的汤 在台下浇得不灌饮 将课堂搬上了舞台 太阳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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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嘴 但是那个调太高了 可能蹲下来唱的能够低一点 太阳最红 人 如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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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战友 踏征城 这首歌唱出了 此次演出的特色 不论是演员 还是部队官兵 对这次演出 多有着一种 共同的感受 这种感受 归纳为三个字 就是 冰简兵 这次来济南京区感触最深的 我就觉得是在那些个贪图上 那些训练的战士们给他们演出 他们那种质朴 他们那种对这个连队的文化生活那种渴求 我觉得正体现了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 在这里面真心实意的下部队为兵服务的价值所在 有几位青年演员带来的小品 就是你 通过讲述地震灾区 乡足老乡到救灾部队 寻找亲人的感人故事 勾割了人民军队人民爱 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比水深潜 曾多次获得全军全国大奖 不愿全国人民都贴持着我们来 我们抢着阿泽 我们都用一个心思 就是要倒倒酒的我们 帮助我们的恩人了 对 就是要找到救我们 看我们的男人 那找到了吗 不好找我 为什么 哎呀他们都不认账 哎呀大姐 那当时去凡云枪在救灾子 特多了 是啊 那你们怎么知道 救你们的人是谁 对呀万一认错了 人家肯定不认账 比较不错 地震的时候 我被埋在废墟底下十几个小时 有一个解放军 在外面一直跟我说话 给我唱歌 嗓子都唱哑了 我看不清他的模样 只知道别人喊他三百甲 三百甲 你看呢 我的腿都好了 这天晚上 身上的石头像一眼一样往下掉 你背着我身一脚 便宜两脚才举下小银 姐虽然看不清你的脸 但是我知道 那一定是一张世界上最美的脸 你拉倒吧大姐 就他这个 还叫脸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的 大姐 长发那模样的人多的是 是个大妈 月亮桑 地震的时候不耳不疯了 从我背着你 刀刀送上去寄给我的签客室 咯 钱不是我寄的 信也不是我写的 你肯定是弄错了 没弄错 我都找友军踏着喽 我都踏到你的名字喽 大妈 参加抗战就在的 有十几万大军啊 肯定有成名的 臭不了 我问你们 我问你们 你们怎么都五进团了 是 你们是不是汽车连的 是 你是不是要帮长长律他 是 你是不是也为我梳理公表 没错 你所自恋当你打破 不假 哪里 哪里可以的 哪里可以的 虫名啊 虫名的太多了 同志们 同志们出发 小左半 胖 走 哎 连长 你不要回了 大妈 他们是不是会唱咱们来 大妈 可是咱们想吃你笑我哥哥 你是不是真的笑我弟弟 咱们笑我儿子 哥哥 弟弟 弟弟 既然是丁演兵 就要真正体验 丁的生活 总政话剧团的演员们 来到了部队的训练场 与重训官兵们 在一起共进午餐 饭菜虽然简单 然而这似曾相识的生活体验 让在场的每一位演员 都回忆起自己当年 在部队担兵的日子 小品知识竞赛 展现了新时期我军战士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和真挚的战友情 一名老班长和两名战士的部队生活 让尚丁及两位演员 演绎的唯妙唯笑 坐 坐 我现在已经是一位演员 我们在这一位演员的时间 开一个班务会 班务会提展中奖 班长 你说咱们班就咱们三个人 第一天开了八回班务 你累不累 你是班长 我是班长 你是班长 你说了算 我说了算 你说了算 你坐下 班务会之前先唱这歌 你干什么家 你说你一开班务会就唱这歌 是二开班务会 你还唱这歌 你有什么话 你直接说好不好 你是班长 我是班长 你是班长 你是班长 你说了算 我说了算 你说了算 你坐下 班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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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帶領著我們兩個搶收新歌 好,你起個頭 好 你說我容易嗎? 想被子欠你的 我都快累死了 還得聽你的 我讓你打什麼那一種類似 我讓你開個辦公會就把你累死了 團長,我唱的這是什麼詞啊 你這是什麼歌詞啊你 超假的不對集合 上來個零點願意氣吐 你說我容易嗎? 一拜唱什麼玩意 當美女哪 團結就是力量 團結 來 團結就是力量 天就是力量 一 一 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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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不說什麼雞事啊你啊 你 你放什麼雞啊你唱得不快 你 客家餅 他把我累死 行了啊 黨委會說這正事 咱們集團群 軍車交通安全 知識競賽馬上就要開始了 好,咱們修理說 有個決定 決定從咱們版 出移民代表 代表咱們男女去參賽 這麼點啊 為了公平事件 我決定 在咱們版 舉行一次小小的參賽 我來主題 你們兩個回答 誰回答對的問題 我 誰就是代表 當然了 沒回答對一道問題 會有厚厚的江民 有 有沒有決心啊 有 另外啊 我給你們兩個準備了 早可進的現代化的槍大器 你的槍大器 你的槍大器 哎 你兩個回事吧 你兩個很聰明啊 我再強調一下這個規則啊 我主題 當我說的開始的時候 你們兩個才能夠強打 否則被示威反規 反規取消資格 另一位同志繼續回答 請明白了嗎 別明白 啊 順便 請請抵抵 空汽車駕駛員拼丁的表格是什麼 開箱 拼丁的標準是 愛車 手機安全 結局 回答答便 啊 回答順便 這麼慢啊 哦 都不能快點啊 冷 你用來點行不行 行 但是快點啊 哦 好 你提打工充製 回答充製 下面你行第二題 哎 等會兒班長 你剛才可說回答正確的是有獎品的啊 哦 哦 對對對 哎呀 有獎品有獎品有獎品 賢 哎呀 來 打工充製 將領你的鑼唄 出 特工充製 一個柱尺公尼 才可以評為安全行车险進個人 開始 安全行程萬國立下 可可被評為安全行車個人 回答嗎 回大聲去 你怎麼那麼壞 你怎麼不那麼壞的呀 把他給他講起來 你怎麼那麼壞的 我前面抽下我了 講了你的我 養品 容易 你的名利善信 安全行車六不開是什麽 開 安全行車六不開是 不開麻眠車 不開貧牢車 不開腳踏車 不開 大龍同志你犯規了 我怎麼犯規了 我剛才說得很清楚 聽到我說開時 你倆才能搶打 對呀你剛才說了 我剛說了開時還在嘴裡呢 你還在嘴裡 你反規了 小火警察 走 請你繼續回答 是 不開任務車 不開前套車 不開動機車 回答完畢 回答正確 耶 獎勵 謝謝班長 哎呀 我將你這個 哎呀 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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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努力啊 好班長 我 我這人 這是 真風情 啊 哇 我明白了 你是現在這兩位客人 害羞了 是不是啊 小火 到這兒 你和老同志 是 好 比賽繼續盡興 盡興 瞎一下 顯場把它吃掉 哈 哈 哈哈 給你開個玩笑 你看 他下腥把他吃掉 一下腥就得乘上 哈哈 哈哈哈 你看你這是就是個榮油 對不對 這正面一本 你怎麼那麼驕傭你 哈 哈哈哈 哈哈 好 現在全部一下車 哎喲我現在是2B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二 哦,對,你二 我真是二 你怎二 行了行了行了 請停迪速記 騎士騎汽車流的精神是什麼 開始 是 不能不能 官長,你拿我這褲子幹什麼 你把褲子給我幹什麼 你沒你,我跟他拿手裡 你一定我拿走 那沒有辦法了,人家搶著了 那不行,我拿得好好的是你 你倆不拿這個 不好 官長,我對你有意見 有什麼意見 你過來,你讓你醒醒 是 怎麼了 我告訴你 我一開始我就看明白 啊 你就是從頭到尾 你護著他 你在別騙他 別騙他 你看他那個樣子 哈哈哈哈 我告訴你吧 我今天還說就是騙他了 我就是嚇著他了 怎麼逼了 他 為什麼呀 因為他是個性靈 打龍我實話告訴你 這次是咱們全板 咱們三個人再到咱們單位去參賽 咱們三個人都得優秀 都得是滿分 咱們單位才能得比 你們能打仗打勝仗 就你一個人能打仗 能打勝仗 都能打仗才能打勝仗 對不對 戰友們 對 是 你很弱解 小胡同志 你報 起司騎汽車兵的境適是什麼 你倆回答 我 請回答 是 勇往直天 全場卻理 安全完美 正創一流 回答完美 回答正確 是嗎 報告同志 參加選手 準備完美 對 我的工作不一般 為業中的安全來罷管 要問我是哪一個定權利益 你報完 我驕傲 孫濤指就是部隊官兵歡迎的演員之一 他一亮相 就會贏得熱烈的掌聲 小品吉祥三寶 是孫濤最拿手的好戲 對於這個上過春晚舞台的節目 官兵們百看不厌 應大家的要求 孫濤再一次將吉祥三寶呈現給觀眾 人咧 真的 你手腳不行 真的 人工安 到 我聽說 你想讓我訓練訓練你呀 老馬啊 實話告訴你吧 訓練我的人還沒有生出來 真是他的心理話 你手腳不行 都扯著 你不膽了吧 你嚇跑了吧 你吃餃子去吧 你不膽了 你幹什麼 你不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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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頭 小心 低頭 你往後退了一步吧 我没有退啊 我在这里你忙活退 我没有退啊 什么 我没有退啊 我退回来了 大家现在是平的 平的 小心 你退了 解放邻居董看见了你就是退了 退了没有 退了没有 解放邻居董说你退了 你退了就是退了 你退了 连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退了就是退了 脱牌了不就完了 我没有啥 你退了 小心 你退了 对啊 这样是退了 你退了 你看你起床很多吧 站住哎 哎呀这是什么事啊 这是小心 你退了 哎呀 哎呀 你退了 什么呀 你这样修炼你也退了 我退了 你看着我退了 没有了 小心 你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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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退了吗 我退了吗 学不学 就是这么瘸子 你们团了个事 学不学 学不学 我训练了 哦哦对 老马啊 啊 我不想参加训练 为啥 为什么呀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 啊对 我不想干这个保安 啊对 我不想干这个保安 老李啊 为啥呀 啊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 没有什么意思嘛 我想当一名工啊 我实话 我实话告诉你 老马啊 我找了一个女朋友 女朋友很爱我 我也很爱她 可就是她的家里人 死活不同意 哦 那张小米这些啊 他们家不同意 很正常 那这没啥呀 他们家要给她找一个公安 可我是个保安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嘛 嗯 公安是啥 公安保安挺起嘛 公安有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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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我们保安那个服装穿的好看嘛 是 是 那就是未帮一道 回这的红金项 这些话我也讲过了 她的家里人还是不同意啊 她家还不同意 哦 她家是不同意 她哥 你哥 啊 她 她哥就行啥了 是不是 她哥 她哥 她真棒 麻蛋了 没事啊 是吧 你的挑战很好嘛 是吧 你看你这个个头 啊 你看你这个形象 哎呀 你看你这个烟 哎呀我情下 我告诉你老马 我也想过了 没有我的女朋友 我活不下去的 这是一瓶药 啥药啊 这是安眠药 安眠药 你干什么呀 你还给我 不是不是不是 我要把它吃掉 不是不是 老马 你能抢走我的药 你抢不走我的腰带 等一会儿我就出去 我找一颗歪格树 我把它搭掉上面 哎呃 我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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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管我 我活不下去了 你别管我 我活不下去了 哎呀老马 你别管我了 哎呀我来救你啊 老马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老婷 哎呀你别这么香啊 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 你就是种人罚 你不能不得话 有很多好姑娘 愿意嫁给你 哎呀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我 我要是个姑娘 我嫁给你 老马 你要是个姑娘 我还不要你呢 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哎呀对呀 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对啊 我有妹妹呀 哈哈哈哈 妹儿 我跟你说 小伙子的好帅 咱不能看她出事 老弟呀 哎 你这个我妹妹咋样 妹妹咋的好看 人比优梗 我和你妹妹站到一起 是不是不太般配啊 你俩很般配 你还是嘛 小伙子们 来人家一套版本 大伙子 大伙子都学了嘛 你看你俩这么般配 是吧 不好 来人家一套 你看那个星相 你看那个敢 你看那个烟 我的心痛啊 我觉得到不得来演出啊 跟其他演出不一样啊 本身 呃 给战士们演出 我就会觉得更亲切一些 呃这个 呃 还有就是战士们的那份热情 其实我觉得呃 呃 现在的这个媒体都很发达了 也不像过去了 过去看见一个演员 其实很难 现在媒体特别发达 呃 这个想看什么节目都可以看到 尤其是咱们现在咱们部队的文化工作 搞的也特别好 是吧 电视啊电脑各方面都有 但是主要是大家来的以后 我们来的以后大家还是想看一看真人 对吧 来的以后其实应是演出 还是平时跟大家在一起 呃 生活在一起 包括我们有时候呃 呃 中午吃饭的 都跟战士们在一起吃饭 呃 这个下到班里去 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呃 也是一次特别好的一次锻炼 山东东营带黄河三角洲生产基地 地图黄河入海口 是后勤战线上最基层的单位之一 听说总政话剧团的艺术家和演员们要来演出 基地的干部 战士 职工 都早早的就来到演出场地的观众席上 他就去看他们的出场地 掌握的那些为了头单 农民也负责留着油 穿着零花钱到东营市里来溜溜 东西太贵 买别的都够 凑合着买了 买了栋楼啊 慧姬安不仅是话剧团的艺术指导 还是一个地道的山东汉子 面对舞台下的山东老乡们 慧姬安信由心声 所有的情感全部汇聚到小品 楼台新曲的人物当中 现在买楼 银行给提供按揭贷款 大满手心还送瓦伞 哎呀这个小品牌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我说你张个大嘴往上看啥呢 天气预报说今天天上下馅饼啊 我说大妹子 你没看她的眼睛忙着呢吗 哎呀 忙着 来来来 给你个棍儿看起来的路别摔着 你这现在啥碗都行送礼 到我欠还送把伞 谢谢 别 瞎子还能看心里是把伞 好使啊 你干啥呢 我查查楼层熟悉熟悉地形 坏了 小偷才点 哎呀我说大妹子啊 我是看看的 你看啥 我看着一双美丽迷人的大幸福眼 你看人小偷的眼神就是好使 专往精品上钉 哎呀我是大妹子 你看看我是谁 哎呀 这不是我当年下乡的时候 村里头被捋的那个大肝吗 哎呀我是大妹子 对呀你是下乡的那个青花 对呀 青花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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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听着想吃气啊 哎 孩子该上学了吧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我一个人怎么能完成那么伟大的历史使命啊 你少不加点时间找啊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找了 我和第十个分手的时候 别人就说了 你现在已经是班长了 我和第三十个分手的时候 别人又说了 你现在已经是排长了 那现在呢 他快当营长了呀 没啥成绩提着还挺快 哎呀下雨了 没关系 咱这有伞 哎呀 直接就派上用场的呀 青花 啊 你看这干啥来了 现在股东心超前消费吗 我从银行带了一笔款 准备从这儿更上一层楼 哎呀好好 带点款买个楼 逛逛环境 跟大妹夫继续拿幸福的生活 幸福啥呀 人家早走了 走了 他是个天文爱好者 就是喜欢看星星和月亮的 对 有一回和一个女的去看月亮 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那我说你这玩意 还真跟人家跑了 生活中心酸的点故太多 总结起来就像一首歌 都是月亮热的过 那我说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哎呀这个太厉害太厉害 就都太令人伤心了 大高 你都在干啥来了 我要在这买了个房 准备开个小店 哦 嗯 这是我的名片 这是我的名片 哎呀 你还是个总经理呀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想批请你到我们公司里面来工作 我能干啥 负责公关呐 就我这样还公关呐 你这样她才般配吧 你请 哎呀雨停了 那个破雨说停就停一看 我说清花 啊 你这么些年了 你那个人问题就没在考虑啊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哪那么容易呀 你抓紧时间配一把呗 配一把钥匙才几毛钱 便宜哪有好货呀 你闲的也是闲的 就当废物利用呗 这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终于白瓜子 清花的一把进行利用的 再说了 上哪找那么合适的呀 哎呀 我这不有把线纸的问题 哎呀 大哥 你现在是大老板 我是普通女工 这也太不平衡啊 哎呀 这样她不就平衡了吗 动作还挺熟练 我套了一辈子驴习惯了 我 处在你的那种情况下 可怕爱情是正常的 不是 我家里头还有一个呢 什么玩意 哎呀 哎呀哎呀 我说我这帮秋波子传送了十几遍 他好像一点没发现 闹了半天 你家里面有人站现呐 看了 刚才发现交损 我这还没等上任 看来就得自动解聘 我说你那玩儿子是哪人呢 中国公民 你们俩常在一块儿啊 几乎形影不灵 别人给你们介绍的呀 没干麻烦别人 我自己生的 你你瞎生什么瞎生 哪儿去喊 哪儿去喊 儿子 哎呀我就喜欢儿子 大哥 你说咱俩还能重复昨天的故事吗 其实最牵挂你的人是我呀 你不行我带着孩子 哎 现在有经验的商家不都这么干吗 买一赠一 哎呀 来来来来来来来 进壶 进壶 我车点这么停 咱们回家 哎 哎呀 微笑雨 你打伞干啥呀 哎呀 你生活中还能少了点浪漫吗 谢谢 谢谢 我车点归晃 风轻足够的神舟 前程不惯多 两个路上 继续之分量 可惜发生 也不惜正落 你给方向 一个个笑容灿烂的画面 见证了艺术家们 和基层官兵的浓浓战友情 喜悦与感动 潇溢着每一个人的脸上 岁月朦胧天涯西东 相聚总是太匆匆 难舍难分战友情 对于演员来说 观众就是上帝 对于部队文艺工作者来说 部队的基层官兵 不仅是观众 更多的是亲密战友 兄弟姐妹 这份特殊的情感 让演员们和基层官兵们 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次演出后离别时 大家都有些练练不舍 无论是演员还是战士 他们心里都清楚 大家在部队相见的日子 是多么难得 今朝挥别 也不知同逢在何时 我们总政话议团 的职能就是坚持 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人民服务 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今后 我们将按照 习主席的指示 多下部队 作为官兵服务 为提高部队战斗力 做出我们 唯一工作者的一份力量 无限的激情 源自深深的感动 基层官兵生龙活活 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和一心一意 母打赢的执着追求 深深的感染着 话剧团的每一个人 冰演兵 讲述部队生活中的故事 真情表演 深情演唱 一个个生动活泼 新颖时尚 饱含深意的文艺节目 不仅是官兵得到了艺术的享受 而且激发了广大官兵 在活热军营中 书写无悔青春的斗志 使他们全身充满了力量 精神饱满的 投入到训练任务中 舞台是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战场 而战场是我军官兵们最好的舞台 再见了战友们 相信你们一定能扬威战场 夜战雄风 谢谢大家